手足带户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呀 有一个农夫 他每天除找到晚都在辛辛苦苦的登地 可是一年下来 却真是能收获很少的粮食 有时候农夫和家人还得肚子呢 这天农夫一大早就到田里去做造了 哎 田里的大早真多啊 什么时候才能出完呢 农夫一边抱怨 一边干活 很快就到中午了 都他的太阳都快要把人晒干了 农夫又累又饿 之后啊 见到寻一下去休息 他只带了一小快冰档午饭 几口就吃完了 完全没饱呢 就在这时 突然有着兔子 冲到冲里被快地穿出来 兔子泡得油门油急 一下子撞到了一根树桩上 死掉了 哎 还有这种好事的呀 农夫了刻刻地跑过去 把兔子拎起来 踏嘻嘻嘻地想 哈哈 还见一只肥兔子今晚用肉吃了 于是 农夫和爷不干了 拎着兔子就回了家 这天晚上 农夫和家人都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骨肉 每个人都吃得饱饭的 农夫摸着自己 沉着圆滚滚的肚子 开心地说道 要是面前不能见到兔子多好呀 那我就不忧心哭干活了 第二天 龙虎有早早的看着头来到了田里 不过呀 他却没有像这些那样 马上开始干活 反而出手不复的在睡音下坐了下来 该他要干什么呢 原来啊 他是要等着兔子在跑来装在树桩上呢 等啊等 一家一牛到了中午 龙虎静静的盯着那根树桩 这里还小声声的念叨着 兔子快来啊 兔子快来啊 可是龙虎等了很久很久 他定的眼睛都算了 可还是连兔子的印子都没见着 这时天已经黑了 龙虎只好意不舍得回了家 就这样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龙虎不在干活 每天都在睡音下等着兔子来装木装 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国装色的兔子 而且呀 他的肩里已经张满了炸草 庄家也都哭死了 结果 龙虎不仅没有肉吃 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 现在我们永兽就带图 来避雨个人只靠着过去 悠闲的敬言而不这边痛 可是避雨个人妄想不努力的到成果 谢谢